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前用人工一早要很早就去電營 早早上都要電營 一早就要第三點多錢 除了電營的工作之後 還要做很多十七差的工作 做漏龍的工作真的很累 而且時間也很長 電營的機械可以代替大部分人力 這代表四六年筆 這是倒手幣 這是折手幣 它每年都可以折幾公斤 經一次它折六公斤 阿公在這裡活動量比較低 貨幣又比較低 最近我還好這都可以 那這些都可以把資料 所謂的經驗變成資訊 做第二代的傳承 那第二代新農們 或者是我們現在稱制農們 他們也可以更知道 這個牧場的經營觀 目前是什麼樣的狀況 拿到剛出的外賓 添水和衛生素 那是什麼 衛生素 對 一天三次 用人工的方式搖打草 這是冰凍萬丹的傳統市集中 在這裡每一個工作都要割勒動 而且這段市場的環境是煮來煮壞 事故的身分也都在增加 治療的身分也在增加 因為現在吃的東西 牛肉在這裡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幾%是增加 所以當然你要有 現在這些草啊這些市場都在增加 因為現在無二戰爭 還有現在全世界疫情的影響 又最大的就是這個氣候變遷 這些草 這些玉米這些豆類這些東西 其實都在減產 然後牛肉其實在台灣也是一樣 越來越熱 這個氣候變異其實會導致疾病 會比較容易發生 這種的就是成分都在增加 在台灣有九成的市集集集 因為經費到中地的犯罪 有完維持傳統人工市集的方式 最近的市集集團到第二代 開始運用科技 透過電子的行李表紙 還有剩下的機器 協助感控有的健康 在這代利用授業管理 和上次MB起來 是再向前走一步 這個電子機票 就可以看到我現在在發情 因為我剛才有說過 牠牛肉要有量 牠的配件很重要 所以也要知道牠在發情 所以要去檢查 看牠是否在發情 我們也叫牠修醫 來做配件的工作 你像這個牠都正常在吃 這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當然我們也可以拿這個 看牠到底有什麼問題 對 人也要去檢查 貴信鋒是市集團第一代 他本來是做機械設計 爸爸訪載過 因為看北部很辛苦 決定回來接位 傳統的市集團 六郎的勁力是成本上官的 五郎為公子留在那裡 旁邊的控制民房 可以看到有三郎 破證的一支這些最小資料 六郎的五郎後 五郎到五郎 五郎到四郎清潔 就要賣情有保護 請求這款六郎的過程 由完需要兩天到三天 只能算是半自動 一天六郎兩次 一隻五郎一天能算 29公斤的五郎 不過若准用六郎的機器人 一天能算三六十公斤 聽起來的時間是誰 不過從業者來說 也不是主動化 就能做 現在主動機器人的燈燈 對我來說就不適合因為 現在因為政府規定 你也沒有擴建 所以其實當地 你要改適合這種機器人 要看大家的目標 是不是有這個條件來做 韓國信宏 把主動化的飼股場移起來 台南加利這個飼股場 就有壓制到全部飼股場 有機器人到三天 在這裡看不到 更做生活 不可以刺激的形象 它的飼股場的氣氛 是很輕盈 大家就有看起來也很自在 腳踩哪個飼股 就來這個主動路 腳踩去飼股場 越來越來越 機器的管道越好 哪裡的飼股都滷得對 到吃飯時間 腳踩去飼股場 開始運作 算好操縫 完美倒股的比例 加一匙算好的水 就能送去給飼股吃 腳踩去飼股場 腳踩去飼股場 配合飼股場的飼股場 飼股場一天都要吃十二檔 一天吃比較多 不過一檔的量是有比較少 機器人可以做到 人做不夠的前進程度 像腳踩去飼股場 要錄幾次 木草要吃多少 甚至是飼股場 多長時間 都記錄在機器人 管理系統裡面 像我看這隻牛 有健康嗎 沒有健康 我就點進去 他的系統下去 有的飼股在哪裡 我試一下 我就可以看到 他今天有煩草嗎 他今天吃多少嗎 今天他走多少路 他休息的時間 還是說他都沒有吃草 都可以第一時間幫我討好 飼股場的機器跟木草三個很多 把人工勒動的時間 先下來 改革全世界 市府三夾 欠工嚴重的一些問題 去白癡部的機器人也很好用 十九條不用搶太多水 利用10分離的技術 固定時間 固定地點 來拚掃 這些不一樣工靈的機器人 可以拿每一個人工 每天 省六點鐘 作息的時間 鴨子的工作 有祈福、拚掃 和健康 六五涼 其中最大的工作 就是六五涼 如果所有的機器人裡面 最厲害的發明 就是六五涼的機器人 雞器手掃 等於施工山 幾若這股 已經在排隊六五涼 鴨子如果精靈 就會自己驚濕 雞器裡面 用雷射鑽營 對好餵 雞器就會主動 帶給好餵 雞器還會主動 讓鴨子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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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順利 鴨子靈 這代表四兩年筆 這是倒手餅 這是架手餅 而鴨子靈 鴨子靈 可以鴨子靈 鴨子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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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前用鴨子靈 一趟早 要走下去鴨子 一趟早就要鴨子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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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多 除了鴨子靈 除了鴨子靈 還要做很多 十七差的工作 做漏龍的工作 真的很累 而且時間也很長 鴨子靈 鴨子靈 可以代替大部分人力 沒有因為操控不當 讓鴨子靈 做生理幫鴨 我鴨子靈 對鴨子靈 是一種傷害 而且對我們來說 是一種的損失 鴨子靈 鴨子靈 對鴨子靈 鴨子靈 鴨子靈 一趟鴨子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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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趟鴨子靈 不過如果用鴨子靈 一趟鴨子靈 三趟鴨子靈 如果鴨子靈 一趟鴨子靈 有去的人 最多要不有一趟六十次 三兩面現有增加 一趟有六十公斤 鴨子靈 鴨子靈 想要六鴨子靈 跟鴨子靈 減舊的福利 跟鴨子靈 策定六鴨子的管理 幸福鴨子靈 節省 每日的能力需求 大概一天可以節省14個小時 那因為它 鴨子靈的次數增加 所以它的殘乳性能 就是產乳量的部分也會提升 那就我們目前示範場域的資料 大概提升的幅度是10到15個百分比 如果你的氣息人 還可以跟既有的健康感染系統少年 每一小時就有一張既有的生理博錶 包括山林 煩草 吃東西 外档和救愛的時間 都記到清清凸凸 經濟之後 它可以讓我看到 就說蕉草 樹木曬的 撒草的 既起人的電影的 或是路前面的 有狡猾嗎 我都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這個系統就是電影 電影這台機械的系統 可以跟我說 這隻有幾點幾分你來電影 它電影多少年 它有發援嗎 還是說它今天的年品質比較不好 要注意 那當時因盡全台灣 頭一頭記起人設備了後 嫁起來嫁 二十五年的新月村 頭一頭退回到 睡到飽的生活 當初是因為要記起 太多錢 心頭是如假假 以後來又有我 健康也出問題 經驗也大 相對的 這是對我們的家庭來說 要開火 來決定說 要去造錢 那要來買這棵機械 那時候 大人又艱苦 辛苦疲痛 要來又要我 一支感受 像甘露的 胖無私庭的 而且 做到這幾三十年來 身體有哪有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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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 頭過幾個人管理系統 可以減控有的健康資料 不管是在辦公室或是國外 都可以隨時知道有的狀況 那這些都可以把資料 所謂的經驗變成資訊 做第二代的傳承 那第二代新農們 或者是我們現在稱製農們 他們也可以更知道 這個牧場的經營管理 目前是什麼樣的狀況 駕駛有的駕駛有的駕駛 駕駛駛的駕駛駛 駛駛駛的駕駛 經過百事不睡了之後 來駕駛駛駛 晚上還有紅花線就駕駛 紅花線有睡眠的結果 可以幫助駕駛駛駛駛駛 不過這些自動化設備 介紹真遠 像是有六年去人 加料、退料去人 加起來費用要2000萬以上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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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問題其實真正要注意 也是要人類順 要受醫來檢查 然後做治療 所以其實人工會在這個部分 做重要 還有人工要來看這些治療來做管理 雖然陰淨機器人有不太好處 不過農委會表示 主動設備砍修市部長的規模 卡路和佩地 就要先蓋的 在這裡是比較大的市部長 才比較有可能用這種方式來運作 而且還有挑剖副建法令的犯罪 請出貴信鴻這種電磁台的市部業者 只能夠繼續走傳統人工市部的路 不過台灣能夠使用的土地真正 應用地域科技才能夠開創優勢 面對台灣和紐世蘭 經濟合作協定 一空十五年就要死刑 為紐世蘭進口的鼓勵 到時候就不能再求關稅 面對這種挑戰 台灣的市部三壓 後一步應該怎麼走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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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